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虹 最近好像有個東西非常的紅 沒錯,就是 AI 繪圖 剛剛我身邊的朋友好像有在玩 而且玩起來的感覺就是 他可以把人變得超帥 如果說有一個人本來就長得很帥 如果再用這個 AI 繪圖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 沒錯,我這邊剛好有一些很帥的照片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傳說中的 AI 繪圖吧 首先第一張是我們頻道的大頭貼 欸,這大頭貼原本就很帥了吧 那 AI 繪圖到底還能把它變多帥呢? 就讓我們來看下去! 欸,是出乎我意料的還蠻萌的耶 二號的頭上為什麼有愛心 變成少女的感覺了耶 一號,旁邊居然還多了一朵花是怎麼樣 不過仔細一看 三號多了兩隻手 四號更多了一個小的手 等一下,三號跟四號這裡有點恐怖吧 我們原本沒有手,他居然多長出手來了 五號的部分感覺有一點點浪漫的那種味道 綜合整體來看 我可能會選二號的整體氛圍 跟三號的嘴巴布 那麼接下來這一張鯊魚萌妹子照 不過這次的角度比較特別 這是號稱女友視角的一個角度 就讓我們來看看 AI 繪圖要怎麼詮釋這種女友視角吧 哇,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一號直接變成天使是怎麼樣 居然還長出翅膀耶 二號有一點點冷酷的感覺 不過五號就直接變成妹子是怎麼樣 跟我想像中有一點點差別耶 等一下,我注意看一下一號怎麼還蠻大的 我覺得一號會比較好 那麼接下來是這一張 是我們之前頻道的大頭貼 這是那時候我們偷了炭帳的衣服來穿的 發現好像蠻帥的耶 我們來看看到底 AI會把這個炭質狼變得怎麼樣吧 喔,等一下 好像蠻帥的耶 一號的部分 他是雕了一個玫瑰花還是什麼的嗎 雖然沒有玫瑰啦 不過他的頭上多了一個眼鏡是怎麼樣 二號,嘴巴就直接伸出一個東西來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旗子還是口哨之類的東西嗎 三號,他在拉小提琴嗎 他直接陶醉在這個音樂整個氛圍之中了耶 而且旁邊還有花瓣是怎麼樣啦 四號,就是有一點純情的感覺 我蠻喜歡的 那我個人其實會比較喜歡 三號那個氛圍營造的感覺 那麼接下來是這張圖喔 這張圖其實我單純只是想測試一下啦 究竟我們在爆了一個不是人類的東西的時候 到底AI會圖會變成怎麼樣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嗎 喔,出來了耶 等一下 我前面爆的那個東西好像每一張圖都變得不一樣了 甚至第五張圖 他還變成一個草莓是怎麼樣 可是這幾張圖其實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把我前面爆的那個玩偶的紅色小手 變成了蘋果耶 不過我前面爆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他們好像沒有成功的 把他感覺是一個玩偶 反倒是覺得我可能前面是裝了一個什麼 機器人還是什麼的喔 因為這張圖我就感覺操控機械的少年 有沒有這個感覺 不過我們來看身後那個很帥的人到底變怎麼樣齁 哇,一的臉直接砰掉了是怎樣 二號的話,邪魅一笑 哇,整個感覺都上來了 四號之後他加了一個瘦的耳朵 喔,四號感覺這個又是在衍生出另外一個角色設定喔 五號,整體感覺 我覺得臉整體感覺最清純可愛喔 臉的整個還原程度 我個人可能會選二號 再來這張圖大家請先拿好衛生紙喔 因為這張圖非常的性感 我們來看一下 AI究竟會把這張性感的圖變得怎麼樣吧 喔,哈哈 他有保留最大的特色耶 就是胸前那兩粒 喔,我是說大眼睛啦 欸,每一張圖的眼睛都很大耶 不過,讓我最有印象的是四號 他居然直接把那種狂野的性格展現出來了耶 我的天啊 不過,整個來講最色的表情應該是三號喔 他那個嘴巴還微微張開了 真的是受不了 一號跟二號的臉 是我覺得最可以接受的 喔,真的是變得好正喔 怎麼會這樣 整體而言呢 我個人會選四號的感覺 跟二號的臉 再來是這一張 我要來試試看 AI繪圖能不能夠成功把一個鬼 變得超美超正 等一下 怎麼這麼厲害 大家仔細看 一三四 他成功把它變得漂亮了 怎麼會這樣 不過二跟五號還是很狂放 尤其二號那個看到真的會做噩夢耶 不過一號真的太美了 原本長這樣 然後變成一號 直接變天使耶 怎麼會這樣 四號也是一個少女的感覺 而且四號他還多了一種設定 他還幫他加了一個瘦的耳朵 天啊,太可愛了啦 然後三號直接把臉膨起來是怎麼樣 我個人會選四號的臉跟一號的整體氛圍 一號真的是太棒了 天啊 再來是這一張紅髮少年 欸大家看知不知道我扣誰 給你三秒鐘猜猜看 沒錯 我就是扣死那隻 欸,雖然有點不像啦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AI到底會把它變得怎麼樣吧 哇 等一下啊 紅髮的這個元素有保留下來耶 感覺 我覺得AI比較不會辯認手指耶 因為他們常常會把手指扭曲什麼的 三號 你怎麼直接比中指了是怎樣 不過整體而言 三號的臉是最帥的耶 再來是這一張 欸這張是我年輕的時候 沒錯啊 那時候我的頭髮就是這麼奔放自由 我們來看看AI到底會怎麼處理 這麼奔放自由的頭髮吧 欸,等一下 哈哈哈 他們好像把頭髮整理好了耶 尤其是一號 他居然又一個落葉直接遮住頭髮 這一招太聰明了吧 四號是直接頭髮上面再長出一個獸耳 等一下我發現AI的興趣了 他們是不是喜歡有獸耳這個元素 我幾次都直接加獸耳是怎樣 不過整體而言表情都是很帥的 三號是我覺得最帥的耶 他直接把眼鏡的鏡框融入整體的色系 哇 整個看到三號我就戀愛了 再來是這張我跟阿神的合照 不好意思阿神 借蹭一下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AI到底會把我們兩個變怎麼樣吧 喔,等一下 哈哈 等一下 最讓我衝擊的是二號耶 等一下阿神你為什麼嘴巴要咬一個毛巾 二號這個劇情有一點錯綜複雜 感覺後面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喔 不過整體來講 阿神笑得很開朗耶 尤其是三號 哇 旁邊還長出小綠葉是怎麼樣 不過一號我長得也太老了吧 這AI是跟我有仇是不是 那麼接著就是三藏啦 這個是我真的很期待的一個AI耶 究竟我們來看一下到底三藏會變怎麼樣吧 喔 很帥耶 他變AI之後怎麼感覺就很像遊戲裡面的三藏啊 二號我覺得還原度是最高的 比我想像中還要再帥一個檔次耶 三號就真的太美了啦 三號又是另外一個感覺了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二號是最合我胃口 那麼接下來一樣是三藏 不過這張三藏的臉是有點不爽的 我們來看一下AI到底要怎麼詮釋不爽的人臉 喔出來了等一下 這幾張都沒有不爽啊 第二張怎麼變小孩了 二四五三 全部都是小孩的臉是怎麼樣 我長得很幼齒嗎 不得不說還蠻可愛的耶 二號很像是那種小學生要畢業了的那種感覺 好可愛喔 四號他下巴那個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他又加了瘦了啦 為什麼四號也有瘦的耳朵 我覺得如果論整體而言喔 一號好像比較接近原本的 但我自己會很喜歡四號跟二號 那種正態的感覺 那麼接下來也是妹子 沒錯這張是我覺得我COSE以來 算是蠻正的一次了 我們就來看看AI到底會把它變得怎麼樣吧 欸等一下 真的好美喔 雖然說原本就很美了 不過AI畫出來更有那種動漫的感覺 天啊 很成功耶 不過每一張必須說真的都畫得很好喔 一號而且他還翹起小拇指是怎麼樣 一個感覺要跟你說我是一個結界師還是什麼的 哇感覺一號他有一個特殊的能力喔 二號 哇感覺還推眼鏡 而且又拿了一張卡 哇感覺看了都想要把信用卡給他刷了有沒有 三號他的頭髮甚至還長出花來了耶 感覺是一個文學少女 四號的部分 他的手上還綁了一個手環之類的 感覺四號他是有變身的那種感覺 五號的部分就是一個正常的妹子 不過你的手怎麼了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一次真的很成功耶 我真的不知道選哪一個我覺得每一個都很棒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AI會圖啦 我覺得AI會圖很成功耶 比我想像中還要厲害很多耶 不過我覺得有些小細節要注意啦 比如說你用手很複雜的動作的時候 AI會圖可能就比較識別不出來 但我還發現AI會圖他很喜歡加 咒耳或者是眼鏡的這些元素喔 我們也可以透過AI會圖來看現在大眾的審美觀大概是在哪裡喔 所以我覺得AI會圖整體而言體驗是相當有趣的喔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自己的AI會圖喔 如果還喜歡這種影片別忘了可以按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剪輯團隊 讓我們各種動力製作這種有趣的主題給大家 也不用按下訂閱按鈕喔 我們現在正在衝40%來訂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